我在UCLA唸書 那麼我去年9月份來到這裡 然後到今年的1月16號受盡折舊 這中間一共只有短短的三個月 但是我其實心裡經歷了不少的增長 我第一次來去聚會的時候 就是我剛來的時候 就是剛剛那個臺灣弟兄帶我去 那麼他帶我去了之後呢 我第一次到了呢 我覺得挺不習慣的 一來我們弟兄姊妹們都會高聲的呼求主名 那麼二來呢 這個第一次聚會又是讓我唱詩歌 又是讓我讀聖經 我挺害羞的不好意思 但是 所以那次去完之後 我覺得說OK到了之後就不去了 可是那一次讓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是 是弟兄姊妹們臉上的純真的表情 是發自內心的喜樂 我總覺得好像他們真的比我多了些什麼 所以 我雖然嘴上說他不想去 我後來又去了 就這麼斷斷續續的一直到了一月份 來了一個大的聚會 那次聚會一百多人 我看到那個在聚會中的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很喜樂 臉上都很開心 可是我就像 可是我容渡不進去 我就像 站在這個門外 透過窗戶看著他們 而他們在裡面歡呼喜樂 那一刻我就認識到好像真的少了些什麼 所以我當時就站了起來說 我想要試試 我要受盡 然後 就到了現在 真的是 到了現在 我受盡了以後我發現 我就真的不再不是站在門外 我跟你們一起 我們一起在這個屋裡 我們來高聲呼喊高聲的歌唱 來讚美主 來讚美主 所以真的是 就像這個 我們剛剛唱的這個信的故事一樣 我把這句話送給這個 在座的各位福音朋友們 只如果覺得需要 不妨一世 我們可以不去 咱們 把這句aken 就是 你